大家好 歡迎大家回到文潔新時代頻道 我是劉文潔 今集想跟大家講三件事 第一件事是有些小漢奸 身形比較少 懷疑違反了國安法的人 網上的人叫漢奸 原來這個小漢奸 鍾翰林 估計他自己坐牢 可能好吃好住 身體又好了 重了10公斤 為何可以重這麼多 待會可以告訴大家 第二件事想跟大家說 有一個零類的人 又是一些被控國安法的人 這次是大漢奸 肥仔來的 是李家達 剛剛就說鍾翰林 在監獄裡面好吃好住 增肥了 增了10公斤那麼多 李家達在監獄裡面坐牢就減肥 減了40磅那麼多 好厲害 相信監獄有些 過瘦的人就可以增肥 有些過肥的人就可以減肥 相信監獄也令到他們的身體好很多 稍後就會跟大家說一說 最後一件事是一個人 叫做 第二代的美國隊長 都是違反了一些罪名的人士 他就說 跟Lunch哥是同一個群組的人 那是什麼群組 令到人要想一想 稍後也會跟大家說說 在影片開始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 分享讚好 留言訂閱 文潔新時代頻道 記得按鈴鐺 選個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一段影片 首先想跟大家說 有一個人 叫做鍾翰林 他是前學生動員的召集人 亦都是被台灣的一些政棍 說他騙飲 騙食 騙騙騙 甚至乎是騙錢的東西 他早前涉嫌在網上 發佈煽動他人分裂國家罪 以及兩項的洗黑錢罪 現在就還押在這個壁屋監獄裏面 並且我記得他早前 是違反了一個 就是遍返一個國旗罪 一般人其實 身陷寧雨的話 即是坐牢的話都會瘦 你看到大家看到 那些什麼尹少堅 那些肥尹變成瘦尹 大家也看到 不過前幾天 邵家莊 即是那個坐牢專家 扮坐牢專家的人 石牆花的人 他就去探望鍾翰林的時間 他就說 鍾翰林 原本他是體型受弱的 他現在就增了磅 還說 有增了磅 增成多少公斤 成10kg 成10kg 為什麼呢 鍾翰林 因為他被 判了進去 某些地方 然後 要做體能 又要 還要做這些事 坐牢也要做這些事 又要做體能 又要訓練 據說他就暴躁了半個小時 然後吐了三個小時 瘋到這樣 沒錯 是真的瘋到這樣 現在 相信在監獄裡 他得到非常好的鍛鍊 令到他一個瘋子 嘩 好像吃了 賴尿牛丸 身體又好了 讀書聰明了 可能 真是 真是好東西 邵家樽 早前就在監獄 探望鍾翰林的時候 就說 鍾翰林 因為 他現在 在監獄裡 有做運動 也有吃飯 然後 他就說 雖然 批評吃吃飯的環境 就很麻煩 有時候 要一人一瘡 有時候 兩三個人 就同一個瘡 但是他就說 因為吃吃吃飯 跟著 可能是有更加配合健康的生活 所以就令到鍾翰林 就由50公斤 就增 增到60公斤 都很厲害 都不錯 鍾翰林也跟邵家樽說 現在的時勢 很險惡 說希望大家不如放下是非 躲些權傑 躲些做齊事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鍾翰林 其實就被 台灣當局 說他騙這個 騙那個 還有幾十萬 就有機會 台灣那方面的資金 就是他 騙回來 然後 他又被連登那些 就叫他 又說他 認福相 打個卡就走 根本不是前線的兄弟 不是前線的手足 OK 這個鍾翰林 就在網上 煽動人家 分裂國家 並且處理七十多萬 指 是犯罪得來的 眾籌款項 因而被控 一項 港區國安法 分裂國家罪 以及一項 區域法院 提堂 法官 會把案件 排到11月2日 才要開審 預料要審訊的時間 就審訊七天 未知他什麼時候 才可以放得出來 我相信 是有排的 中漢林 他肥了10公斤 即是 20多磅 22磅 但有些人減了很多公斤 是什麼人呢 就是一個人叫做李家達 這個李家達就是 35家 違法初選的其中 一個人 他也是 被還押的其中一個人 他早前因為 違法初選 涉嫌違反港區國安法 被人還押了 不少在監獄的人 都改善了他們身體的 健康環境 亦都利用了我們香港政府很多的醫療資源 就醫他們的病 有些人盲眼 朱可迪 有些人本身沒有耳朵 可能眼睛也要盲 然後有些人 三高都醫得好 這個肥仔的 前觀塘區議員李家達 他由105公斤 差不多兩個我 減到87公斤 好厲害 好厲害 減了40磅 減了差不多20公斤 非常之誇張 有些探監 李家達人士就說 他每日做成兩個小時運動 包括掌上壓 和養臥起作 即是洩立 所以現在就由105公斤 減到87公斤 足足輕了40磅 為甚麼他要這麼勤力 減肥 原來李家達就說 講多無謂 減肥 就可以令到家人 安心 最好 一眼看下去 比以前更加健康強壯 都合理 你在監獄裏面 你不做運動 你做甚麼 玩手指甚麼 OK 早前 28日 李家達仍然是30歲生日 但看他的尊容 我真的覺得他不止30歲 你說他50歲也有人相信 他就說 沒甚麼太大感覺 但是 他的愛人 家人 都很著緊 李家達剛剛轉瘡 即是華人 到現時為止 他終於看到月亮了 他就說 月亮代表他的心 這個是我們中國一首 很受歡迎的歌 你不要亂說 他就說 想起家人和愛人 都看著同一個月亮 就好像連繫了大家一樣 你的家人就沒辦法改變 因為血緣的關係 看看你的愛人 甚麼時候就不是你的愛人 我不是說黑心 但是要別人這樣守生寡 你30歲我相信 他都是20多歲 這樣他為了你守生寡 他 他肯不肯 還有 那些手足就會很努力地幫你看著嫂子 看看就可能 他看著嫂子 他不會不讓嫂子走 是不是 可能他帶嫂子走也不停 這些東西你都控制不了 李家達 OK 這些都 遲些可能會有很多這些新聞 那就是說出來的 或者他們 他們 分了手也不敢說這些新聞 但是這些事情 我相信 很快很快的日子就會發生 你說我說的 OK 第三件事 第三件事 有第二代美國隊長 知青的人 不是美國人 OK 是一些不愛國愛港 扮愛國人的香港人 OK 他涉嫌違反禁聚令 結案陳詞的時候 就說到 革命要流血 說 我們的法官怎麼做 我們首先就是 慢慢地說 一樣一樣地說 馬俊文 就是第二代美國隊長 他是示威常客 他在去年 2020年8月的時候 在金鐘太鼓廣場 參與 梁寧潔 悼念 祈禱會 結果 連同Lunch 李國榮 以及一名女子 被 票控 違反 禁聚令 在昨天的時間 在東區裁判法院 審訊 馬俊文 美國隊長 結案陳詞的時候 強調 是他和李國榮 是屬於他們自己的群組 即是說他和 Lunch 是同一個群組 是同一類的人 其他人都不是同一類的人 你不用強調 看得出的 但是跟你同一個群組的人 就不代表 沒有人跟你一起犯法 因為 有其他 的人跟你同一樣的目的 都會違反禁聚令的事 OK 他就說 為甚麼他和Lunch 是同一個目的 因為 他們去到那裏 想宣揚一個政治的理念 而 這個 鄭傑 即是另一個被抓的人 只是悼念 他沒有革命的心 這個被告 馬俊文 繼續說 革命是要流血的 他講到這一句的時間 即時被 裁判官 黃正如 打斷了 說 喂 法庭不是政治平台 你不要說這些政治的東西出來 你可以透過你自己的渠道說 但你不要在那裏說 但一個問題 我想問 阿蘭柱哥和馬俊文 他說要搞革命 又說要政治的理念 他在庭上說了這件事 就說要搞革命 有革命的心 去宣揚政治的理念 而去年8月在金鐘廣場 這個地方搞這個集會 OK 大家聽得明白 這個時間 已經 有了我們的港區國安法 即是說 你是否間接承認了 你是要反中亂港 那可以拘捕 這些 這些真是跟阿蘭柱哥 他們真是同一個群組 OK 我完全沒有質疑 我完全沒有質疑 你在庭上居然是承認了這些東西 我都真是被你吹掌 OK 然後法官最後把這個案件押後到9月1日才裁決 30歲的被告馬俊文被控兩項禁罪令的控罪 8月15日 下午5點 02分至5點10分 5點17分至5點31分 這兩個時間裏 在金鐘和88號 太古廣場外面 沒有合法權限和合法合理辯解 參與一個群眾聚集 所以被告違反禁罪令 同一時間 因為早前涉及到違反港區國安法 所以一直被還押 現在行了 相信馬俊文是沒有請律師的 因為是他自己幫自己做結案陳詞 OK 是他自己做他自己的結案陳詞 那為甚麼不用那些612基金那些 那沒辦法的 即是基金都要看人來批 OK 那你和阿蘭柱哥是同一類的人 那批不批給你 他們要做事 他們要想的 而他居然在法庭裏面的結案陳詞裏面 他自己說 他是 和阿蘭柱哥在那裏宣揚政治理念 即是說你把阿蘭柱哥拿下水 甚麼理念 革命就要流血了 即是說你們要搞革命 你們要流血 你們要反中亂講 OK 搞定 入得罪了 法官大人 可以入了 起快 OK 其實他那個違反的國安法 就還了 到現在 我相信他都可以一直這樣壓下去 以及一直這樣坐下去 沒辦法 人蠢就真的沒有律醫 OK 馬俊文在這次的案件裏 他選擇自便 亦都是不承認自己做錯 同一時間亦都是無視警方的勸喻 OK 由於他沒有代表律師 所以他一直以來都是自己作弓 以及自己陳詞 可以嗎 他一直以來都是有意 他自己透露 他自己透露 他在庭上透露 他就說 他和 Nunz哥在 去年5月的一場 和理唱的活動裡面 他一直是有意圖去宣揚港獨 醞釀一場的革命 不好意思 真是笑了出來 他在審判的期間說 他和Nunz哥 真的很想做一場的宣揚港獨 和醞釀下一場的時代革命 但是自從7月1日之後 他堅持繼續喊口號 David就是Nunz哥不願意接 喊口號 所以沒有邀請到他們一起去 去示威場面 但是在案發日的活動 成為了他們一起示威的契機 兩個人為了增強畫面的示威效果 所以就再次結伴同行 一起喊口號 顯示有共同的目的 還有一個人加入 但是他就是自發的第三個人 姓鄭柯女士 就是來悼念的市民 三個人恰巧 相遇 所以一起默哀 所以他就不違反 他就跟你講罪令 媽媽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人 不是歧視他 但是他在裡面 大家聽不聽 那他的層次裡 是認了所有的罪 第一樣 他不小心 認了國安法 為什麼呢 因為他說 一直都有意 宣揚港獨 醞釀下一場的時代革命 OK 第二樣 他堅持繼續喊口號 因為他們想畫面有效果 所以結伴同行 再恰巧遇到姓鄭悼念的市民 然後三人相遇再一起默哀 一起默哀就有一個共同的目的 聰明 聰明 沒辦法 你自己都認了 我是法官都很難不判你罪 你還要認國安法 法官大人 麻煩我想申請一份口供 在國安法作為一個呈堂證供 我相信國安法已經入硬了 他自己都認了 你不能不認 自己就認了 你不要以為審這件事不跟下一件事一樣 可以拿來做呈堂證供 你真是聰明 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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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給你一個伏字 今集的時間就差不多了 我相信你都很難不笑 在影片完結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一讚好 留言訂閱文潔紳士內頻道 記得按鈴鐺 選個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一段影片 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